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在一些维修 甚至想在大厦的修缩 非常有难度 因为有些人根本不是有这里的业权 我们找不到一个负责人可以应付这笔费用 旧楼想去维护我们应有的居住环境 是非常困难的 他的单位所在的这栋楼是最近海的一段时间 很多石屎都已经剥落 大厦结构要靠支架固定 你说我每天住在这里不担心 你之前也试过红磡嵩嵩 大家都清楚知道 其实住在上面的人不断地想 会否到我呢 这几条街的楼大概有六十年楼龄 Greeman说他还是学生的时期 曾经有私人发展商来收购 不过最后都不成事 现在层楼越来越旧 街坊要求重建的声音就越一致 曾经有私人的企业上来收购 但是大家对价钱的分歧都比较大 现在反而他们愿意走出更多 组织一个关注小组 我所知现在已经收到 一个半以上的业主的同意是想的 有一部分未签的 可能因为有些居住外地 或者有些根本上就是出租给人 未知这个消息 我们都希望尽快找到 那些业主尽快签到 一四年的时候 这条街被建议做优先重建区域 但是多少钱才肯卖 是业主最大的分歧 很坦白地说 给你拿着一个 你觉得其实都已经有一个价钱 是的 已经觉得OK价钱的东西在手上 你愿不愿意去廉价或者低价去卖出 我相信10个有11个都不会这么做 所以这些业主尤其老街坊 都不断期望期盼 可以有我们本身预计的价值去售出 而不是以一个廉价去售出 所以大家只可以雅忍 或者不断忍受这个环境下 希望尽快得到重建 由街坊自发组织的关注组成立了不够一个月 已经得到大概500个业主的同意 即是大概六成的业权 不过距离收购最低门栏八成 仍然有一段距离 就算有足够业权 都要街坊一致同意收购价才可以成事 其实对我自己来说 哪一个收购真的不是一个重点 为什么呢 因为我自己身为一个可能比较年轻的业主 因为我可以还有我的年数去供楼 但是对于可能比较年老的 他们拿来是退休的 他们会觉得想有一个保障一点的价钱 是理解的 任何人都好 都总有不同意见 有不同的考虑点 有不同的处境 你说要将所有人都浪豁之中 我想上帝做到的 但是怎样可以令到大家 在不满足之中 都得到最basic的保证 是我们最想做的事 私人的旧区重建 我们现在建议将 早前我们有一个简称叫强白条例 现在又经过了十年以上 那些楼又老了十年了 所以是时候再去研究 是否可以将它再降低 譬如去到七成 这些楼又是想要去研究 其实很多舊楼业主 当在去年开始吹风出来的时间 都打开查询了 或者搜到不同的地方 包括了五街、十三街都有 平均每天我都搜到十年二十个电话 知道查询有没有机会七成 或者你有没有机会过来 帮我们集合业权 这里是土瓜环美景大厦二旗 有发展商想收购重建 中介公司近日在洗楼 收集业主的意见 想和你们谈美景楼 这次联合出手的计划 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听听 没有兴趣,不买 好,不好意思 根据他们的经验 这些舊楼有一半单位 都是放租 职员未必那么容易接触到业主 你好 黎珊,有没有人在这里? 你好 好,多谢李思哲哲 每个都希望我大肯先收到他 好,多谢李思哲 不知道大部分街坊 都同意收购重建 各位街坊,你们好 他们这天就开了个会 简单讲解下个收购过程 我们通常很多时候都是游说 向家方说 如果你卖了,你可以搬去哪里 当然我们不认识事件 七年楼令 而我们来说 可以解决到什么呢 譬如同区 你可以选择二、三十年的楼 有升降机的阳楼 改善好些 现在法例规定 有意收购的人士 要先取得八成的业权 再进行强拍程序 不过现在还未达标 但是街坊又很想卖 公司就延长了收集二项书的日子 有些投资者 他们是预计收购的 就是在大陆叫钉子户 基本上要分离这顶 在这个情况下 不论发展商也好 事件局也好 都是因为这样的情况 停滞了这个项目 或者取消了 但是当这个强拍模篆 再降低一点 我就不会受这些人的影响 这边是大角咀富贵大厦 同样进行收购重建 谭太太是其中一个业主 收购了,我很开心 这个单位他在36年前买入 当时是第一次置业 那时候赚钱是很难的 我们出来工作2020元 一个月工一千七百多 八、六年 就光光芒芒书局 一看就喜欢 刚刚搬进来的时候 楼宁只有二十多年 望到海 但现在无论是风景 还是楼的质素都不同了 担心担心 如果最好政府降低 和我们收购 我已经几十岁了 几十岁 你说有没有钱去买 这幅大厦不止一次有人想收购 不过暂时都未集齐到八成业权的 法定强拍门栏 最多只有一半 收购没用 人家的大地产不要理 一句贪 人家的先经年比我一万七 一大地产 现在都不懂得说 所以我去捐步行步 这些有些兄弟帮我做 我也担心做 为了有足够的业权 可以成功出售 谭太太也有主动劝劝其他业主 她觉得只要降低强拍门栏 就很大机会可以成事 我也有谈过 有些熟悉的 我签了没有? 我好签了 这个价钱不错 最多是这样 做不到什么 这么便宜 人心不足就蛇吞着 就是降低 就是多数收成 来八成 你说降低六成 都可以 很多人都会勉强 拍卖始终没有这样的价钱 强制拍卖的原意 是改善高龄楼宇构重建的效率 特别是针对楼零 多过五十年的楼 根据立法会的数字 现在五十年或以上的楼 有超过九千栋 十年之后将会再增加 超过七千五百栋 其实多数的叶子都愿意卖 当然它已经超出了二十以上 这些拉锯的时间比较久 比较长 你问到将来重建 降到七十当然是有个帮助 最强的就是旺角大楼 因为旺角大楼 我们差不多收到现在 差不多二十五年过去 因为持份值超过百分之二十 迟迟过不了价 所以我们是这个比较时间最长的 大部分旧楼都有地铺 地铺业权占的比例 往往都高过住宅 他说这些店铺 就会成为是否收购成功的关键 旧区的地铺 拥有自己已经佔了 业权持人栋的百分之三十 可以说如果地铺 它的业子五年二七十 你基本上不可以再谈下去 所以这是最大的困难 因为现在说的 强拍其实只有六百宗案件 但其实每年的重建 只是由往这个区 可能近几年都有几十宗案件 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真的成功重建 不用强拍的案件 其实是有的 而如果你简单 跟着把私人重建市场的门栏降低 其实可能有时不是加速重建 反而只是 是两个发展商的意见率更高 以及他们的发展计划 也不是快 就是我们可以一个一个 慢慢收慢慢做 那是否真的代表 解决重建的所谓流域老板问题 强拍门栏降低 可以加快收购的程序 但是小业主又有什么保障 他们的耳加能力又会不会减少 我们下一节再看 如果强拍的门栏降低 以为发展商需要收购单位的数目少了 在漫长的过程中 小业主和发展商是否存在很大的矛盾 小业主又有没有耳间能力呢 降低门栏 未来会不会令到小业主的权益被削弱 谭生拥有的物业所在的大厦进行收购 这日他就去附近的地产店 看看现在同区楼的赤价 现在富贵大厦还有没有盘 现时有一个417呎的 中层单位左右 业主叫价是410万 几年前他在同一栋大厦 买了单位给儿子结婚用 那时的赤价和现在都差不多 没什么升过 那时就贪了地段好 交通方便 最好这些又不是很贵 那时买了也二百多万 有想过 但是买不到 我心目中起码要买一百多万尺 有发展商在一百年初 曾经出到一万七千元的尺价 收购这栋旧 但谭生原本都没有想着卖 因为觉得八成的门栏太高 不可能成事 因为门栏太高 很多人都想着一定不行 因为上次已经是 很多业主私资开大口 又要二万、三万、四万 很多个个都不同 以前这么好的环境 都有人开到一万七千元 个个的业主都不肯签 都要二万、三万 不过他知道 政府有意降低强拍门栏之后 就快签同意书 担心层楼会被人强拍更加不值钱 一万元尺都没有 现在有人出多于一万元尺 那我就签 很担心这个差价 因为强拍一定是好 不知道强拍是多少钱 现在收购分为两类 一类就是由市建局主导 业主在指定条件之下 可以拿到同区七年扭龄的价格做赔偿 另一类就是由私人发展商去收购 拿到足够业权分数 就会进入强拍程序 赤价就会由土地审材处 根据市价去定 你去被强拍之前的offer 和强拍打完之后 两者的价钱比较 其实是没有一个pattern的 是没有一个确定方向 因为会多了还是少了 最终的赔偿 你经过那一年多的申请 因为最后那个重建值 或者我们叫拍卖价 是根据当日的市况来审市 也有事实试过市价因为跌了 因为早前COVID试过跌了 那会少了 也有市况升了 所以是不可一概而论 小业主得到的赔偿是按照地盘 重建之后的价值去计 不过这个价值怎么计 如何用来衡量收购价 是否合理 可能就需要专业人质协助 如果一些旧区一些比较草根的 或者一年多长的被影响的事业主 它未必有这样的现金流 去支付测量或律师费 政府应该在这方面 是要做一些电支这个费用 令到被影响的事业主 早些得到一些估值的专业服务 那它才知道是否合理 否则它只是用一个同区安置的基准 有时就不是那么专业 七粮师学会统计过 2020至2021年的强拍个案 有日品申请到得到强拍令 平均需时一年十个月 学会是支持市业主倾向性 要跟大业主谈谈 达至到双赢局面 否则你要消耗很多精神 和时间和金钱去尋尝 导致心态争争辨的问题 这些数字也显示到 其实有差不多一半的数字 一半的个案是不需要打到尾 都可以达成共识 立法会的数字就显示 由2011年开始 到2021年的7月31日 法庭一共接获304宗强白申请 至少四成的案件 在终结之前和解 其实你永远都有权和人谈 但是我们觉得 那个情况是越来越严峻 如果政府不作出一些改善的门栏 你主要更加多久留 所以最重要是整个过程 或整个条例 是小业主得到应有的保障 这是反而最重要 私人发展提供给小业主的收购价 未必可以在同区买到合适的单位 本土研究社认为 讨论降低收购门栏的时候 应该比小业主有更多选择 重建本身不是每次都说 可以卖或不卖 是那么简单的 你要看他有何不卖的人的需要 除了钱之外 有没有其他… 例如楼换楼 其实这些有没有谈论 如果有的话 其实代表的是 当他提供了很多不同选择的时候 是等这班业主 就是小业主 他们可以有选择的空间 对吧 其实等一下突显到 这班小业主想要些什么 这个重建应该是继续他们想要的东西 而不是每次重建 就是为了赚钱 降低门栏之后 只要有七成的业主同意 收购一方 就可以向土地審裁处申强拍 和现在相比 争取业主同意的时间会短了 这些是否叫做 增强了那班正如的二人力 不是, 反而是直接将他们 代表我收购就可以把你赶走 降低了之后 他不是减少拉锯 因为他不需要拉锯 直接用门栏的乘数来 去跟你说 我不用跟你谈 因为我已经收购了这么多 去做 要加快重建的速度 有收购旧楼价中介公司就说 阻力最大的不是强拍的门栏 而是其他成本效率 第一, 我觉得政府要释放地质比率 地质比率要改在楼契里面 要改观 如果你不释放地质比率 可以说是无利可逃 五倍和九倍相差很大 第二, 就是为了刺激发展商重建 把辣椒免征收发展辣椒 因为它用来炒又重建 Raymond在这幢大厦拥有一个物业 街坊为了想市建局收购 自发组织了一个关注组 他们有个WhatsApp 告诉大家想重建这件事 关注组成员 透过这件事就聚合大家 凝聚大家的社区力量 虽然政府或发展商 都未落区收集业主的二项书 不过街坊已经收集了超过一半的业权 而目标就是八成 亦是强拍的最低门槛 如果要给我 因为我是同意的大多数 所以如果在我自己的选择 我会宁愿牺牲那一个人 当然我们的小组 看到小组的成员 或者我们的业主 是很希望把那一个人 都拉在五人之中 那条铁路是没有人的 可以自然通过 可以保住杀所有人 所以为何我们才要去 争取一个合理的价钱 甚至争取一个 比较保障更多的市建局去收购 就是这个原因 这些楼零过六十年的堂楼 二手市场是大概一万元尺 在街坊关注组的手机群组里面 街坊都有提出意见 想市建局收购 普遍要求赤价是万五到万七元 认为这个价钱才叫做有保障 我们希望赔的是一个合理价钱 去买回同区一些十年内的楼零的楼 但问题是如果你说 以我们现在所谓市价 可能一万元尺去买回 或者收购回我们的单位 我们其实是买不回 我们只可以买回差不多楼零的堂楼在住 那这个问题便不断地流动 是 变相解决不了那些老街坊问题 他们可能过了几年 又要面对收购这个问题 或者环境恶劣的问题 或者根本上他们没办法支付 昂贵的一些楼价 可能甚至他们只可以租屋 其实这次就是码头角度 土瓜环 就住轻人街五街的情况 有专门收购旧楼的中介公司认为 很难由私人公司做重建 他用尽了地质比率 如果重建 就可以说是没有重建价值 第二个问题就是 他的事件是综合性发展 地质比率只有五倍 所以我觉得这些个案 就留给市区重建局去收购 私人发展商要考虑是否有利可途 这些没钱赚的项目 可以靠哪个呢 市警局本身是一个公营机构 它是有权虚钱 亦都可以虚钱 政府亦都在不同渠道 令到它可以赚钱 市警局去做这些项目的好处 就是市警局是不需要保地带 所以市警局是可以虚钱 市警局亦都在发展过程中 是有一些政策上支持 令到它是可以重建 而不需要保地带 那就是有商机 五十年或以上的旧楼 在十年之后的总数 有近二万栋 解决旧楼重建问题的时候 可以如何平衡小业主 和社会大众的利益 本集新闻透视到这里 下星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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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星期再见 下星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